所有狐狐时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狐哥 我觉得每年伯爵都会给我很多的惊喜 但是它每一次给我惊喜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当我第一次接触伯爵的时候 它的那一句品牌精神就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永远做的比要求的更好 所以每一次珠宝展或者手表展 我都会看到伯爵把特别丰富的想象力 和他的卓越的工艺结合在一起 然后给我们推出了一件又一件精美的作品 今年的主题是Extraordinary Lights 是非凡之光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和主题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大自然中 各个环境和不同时间的光影的变化 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能够把这些非常抽象的光影的概念 把它通过精湛的工艺 把它展现在它的作品上 有一件非凡之光的这个系列的项链 很特别 首先是它有多达九种的佩戴方式 它可以单面佩戴 也可以双面佩戴 还可以作为这个手链来佩戴 然后在它的正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颗万里挑一的这个黄钻 作为它的主钻 然后再搭配了其他的这个宝石 呈现出的是黄色橙色和红色的这个暖光 然后在它的背面呢 是看到的是这个蓝色的宝石 给我们一种是这个 非常沉静的这个夜空的感觉 所以这件珠宝 在它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日月铜灰和这个灿烂的星河 衣服呢 就是要帮你这个不二之选是吧 也不用多说了 然后呢 这个胸针呢 也是我跟这个伯爵就这么多年合作下来 我们的一个小创意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耳环 然后把它变成这个胸针 这个配饰这样的佩戴的一种方式 当然我觉得今天的这块手表 可以这个着重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它有一个非常浪漫诗意的名字 叫星空之舞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表盘的部分呢 它是用了非常多的很特别的材质 上面有这个蓝色的这个稻草 皮革 还有这个羊皮纸 还有这个翘翅 我能记住大概就这样 应该还不止这些 就是它给我的这个感觉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材质 然后通过有点像这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做成这样的一个表盘 就是给我一种很梦幻的感觉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灿烂的星空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昨天深夜做的一个很浪漫诗意的一个梦 但同时你又可以看到在它的表盘 它的这个指针和它的这个机械的部分 那又是给我一种很写实的感觉 所以整块表给我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虚实的结合 一个梦境与现实的结合 冥想 因为我觉得冥想还是给我带了很多很正面积极的感受 因为可能平时也是压力太大了 然后想的事比较多 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我觉得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 如果心静不下来 我觉得形式上做再多的辅助也没有用 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一直在拍繁花 我希望就是今年可以把这部伟大的作品可以完成 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健康 因为可能健康问题是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困扰全球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 今天的这个主题叫非凡之光 我觉得其实每个粉丝对我来说 他们就是我的光 你们是就像夜空里的星星一样 很感谢你们 每天都可以看到你们 我要看到你们 如果我要深入片 所以 trailer 是你的光 你为什么 你怎么会下来